今日股市由老凤翔特别呈现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由老凤翔冠名播出的今日股市 我是李平在上海货各位 在连续两天调整之后呢 今天是继续调整 应该说这三天连续收出了三根阴线 其实这三根阴线呢 也是咱们行情从2638以来 第一次出现连续三根阴线 虽然也有人说 之前我们也说过假阳线呀 可是当你看到K线图的走势的话 你会觉得这是我们2638 不管是第一个2638 还是第二个2638 唯一出现一次的三连阴的走势 看到这个三连阴呢 有的人会认为说 好像我们之前上涨的节奏 是不是被打破了 之前呢 强的话一天结束调整 稍微弱一点的两天结束调整 但是我们这一次呢 已经调整了三天了 是把原来上升的这样的节奏打破了 所以咱们这个趋势也要发生变化吗 但是大家可以看一看 这三天的调整 虽然我们用了三天的时间 但实际上这个空间并不大 前面呢 虽然我们也出现过两连阴的走势 但是大家可以看看 那个时候的两连阴 空间比我们这三天来的还要大 再来看看成交量 今天呢 虽然又收出了一根阴线 可是大家可以注意到 今天的成交量 1809亿 我们也给大家框了一下 从3月14号以来 今天的这个成交额 是最低的成交额 3月14号呢 就这一波行情的开始 同时留下了一个跳空高开的缺口 至今呢 我们都没有去回补 所以呢 我们这个行情啊 也从2800多点 一路涨到了接近3100点 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调整 伴随着成交量的萎缩 而且是这波行情以来 目前的最低量 咱们能够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 是不是这个行情 这个反弹的趋势依旧还在 其实现在很多人有这样一种感慨啊 看到这个指数 虽然今天跌了 虽然调整了三天 可是其实无伤大雅 无伤大雅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当我们看到指数涨的时候 虽然没有白点长扬 我们也不觉得说影响这个行情 自然 虽然它连跌了三天 可能也不会影响我们整个反弹的趋势了 反而看到这样的一种节奏 慢慢的往上推升 很多人觉得说 没有什么不好啊 似乎这不就是我们所期待的 指数慢推 个股活跃的一种表现吗 只要这个市场当中 不会像出现前面几次那种千股跌停 一跌指数的跌幅 就会达到6% 甚至7% 那这样指数慢推的行情 有什么不好的呢 我们这儿啊 其实还画了一个图啊 说这个行情现在怎么去形容它 之前可以说是无趋势 现在呢 我们说这算不算是一个15度的行情 15度的行情 这个方向是向右的 方向向右这样的一直往上推 指数慢慢的涨 缓慢的推升 我们也不需要它拉升这个节奏 或者把这个上涨的速率变陡峭 只要能够维持这样一种15度的行情 漫漫的升温 大家是不是也会觉得说 这个行情还是在延续当中啊 依然会有赚钱的效应啊 可是走到今天啊 我突然也看到身边有这样的一种声音 包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有嘉宾说了 这个行情啊 也有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它也需要一波快速的拉升 这样证明我们的后市空间是被打开了 可是当你看到这个成交量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好像这快速的拉升 是不是不会立刻的就体现出来 可是毕竟调整了这三个交易日 咱们明天市场 是不是有可能会选择一个变盘 这个变盘会是什么样的方向呢 先来听一听编老师的观点 怎么看这15度的行情 好像不温不火 但实际上看着好像也不坏 你怎么看 我觉得大概有三周了 总体的感觉 我觉得持仓人的心态 应该是越来越稳了 持仓人的心态越来越稳 但指数走到今天 存量博弈的格局没有改变 所以我还是之前我们说的 就是当所谓的存量博弈的意思 就是当里面的人把仓位 不断地抬高的时候 到底对未来的空间 到底是更大还是更小 所以其实我们看基本面的逻辑 大家都能谈到头头是到 空方和多方各执一词 但是其实最后就是一句话 到底外面的人进不进来 我们指的外面的人是指整个保证金余额之外的 无论是从房地产市场 还是从理财产品市场 愿不愿意进入到这个市场里面来的 这批人进来不进来 才是关键 当然从短期来看 我觉得市场无伤大雅 但是从操作 刚才李婷说的 从操作的角度里面的人觉得 这个市场跌也没跌多少 跌了三天 个股也就跌了两三个点 有的个股还涨的呢 但从交易的角度来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 我身边因为有很多的交易性的选手 这三天 基本上大家都一到下午就昏昏欲睡 就盘子都觉得都可以打瞌睡了 所以基本上大家都在等一个方向 所以我们也希望 如果市场能够走出漫牛 那你必须要盘面要有活跃度 你可以指数不长 但你盘面要有活跃度 现在成交的2000多亿 和一个月前的2000多亿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 当时的VR的活跃性 和现在整个市场的活跃性来看 我觉得活跃性不够 所以我其实更关心的是活跃度 指数我觉得高个30点50点 我觉得倒无所谓 如果没有活跃度 那么这个市场本身 它会有一种厌战的情绪 会慢慢慢慢地占据上风 但其实这个市场 我们说永远不变的 就是市场的这个风向会变 不管是操作的风格也好 或者说市场的热点也好 如果说之前的那种行情 可能很多人已经习惯了 比如说你刚刚说 有一部分人昏昏欲睡了 可能他已经习惯了去追涨停板 或者说他已经习惯了 去在盘中去找那种最热的热点 但是其实现在这个行情 可能就是一种不温不火的行情 可是总有一部分人 他会喜欢现在这种行情 他会喜欢现在这种行情 未必就是说我们这个行情 可能吸引不了那一部分人 但是是不是也会吸引另外一部分人 在这个市场当中 大家都是一种存量博弈的一种角度 你做不了 别人可以做这个市场的行情 有这种可能性 我觉得存量博弈 如果它形成一种模式 比如说现在大家比较拿手的是高抛DC 高抛DC它是有一个空间的 其实高抛DC做的最好的不是个人 高抛DC做的最好的是 去年前年的程序化交易 我们叫量化套利 之后被停掉了 现在还有大量在停着 它是完全由机器人做的 它每天能够在市场里面 赚取零点零几个点 一年能够赚十个点 十几个点 好的话年化能做到二十个点 我想一个个人 你是做不过他们的 这批人现在还被停着 我想随着我们慢慢的市场化的推进 可能很多的业务会慢慢恢复 所以当他们赚得比较拿手的时候 其实它的空间就被收缩 大家知道一个盈利模式 你是在市场里面 存量里面去拿一点钱 它的空间一定会越来越窄 所以毕竟我们现在才十几个交易日 我只是看到一种现象 就是上升的邪率在放缓 现在是三千多点 我们原来预期三千到三千二 现在还没到三千二 我想三千二这个位置 还是需要很长时间 我们可能要去上工 还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压力位 我们也来听听今天 另外两位嘉宾的观点 看看他们对于目前这种十五度行情 不温不火 但是似乎也不好不坏 后市会如何演绎 今天请到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洛云老师 一位是杨敏 欢迎二位 好 再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 大家共同来参与一个互动 刚才提到了成交量 只有1800亿 所以说又见地量 而且还是一个十字星 是否意味着变盘 进入到了倒计时阶段 我们给出两个选项 A 是地量限地价 大盘马上就会选择方向了 B 自然不是 日线三联音 至少2638起来 从来没看到过 你别说这个时间也好 你也别说成交量也好 反正把之前的上涨的节奏打破了 所以反弹的节奏就会发生变化 稍后来看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更多的倾向选择哪一个选项 简单了解一下今天市场 全线是红盘爆收 上涨指数0.3%的涨幅 中小板0.23% 创业板0.31% 你看咱们现在每天 昨天跌了1%左右 今天涨0.几% 指数就是在这 3000年之上 已经好长一段时间了 不温不火的一种状态 再来看一看今天的成交额 5000亿 护士两市加一起 只有5000亿的成交额 最高的时候 4月13号这一天 8200多亿 随后这几个交易日 成交量是一路萎缩 但是好在这一路萎缩的过程当中 是伴随着这个调整 我们也说经常是通过调整 来测试一下 这个市场的抗压能力是怎样的 这个调整的过程当中 里面持股的这种心态 是否是稳定 再来看一下今天的涨停和跌停的加数 跌停的加数 依然是三加 和前面的两个交易日都一样 涨停的加数是略有增加 29支个股是涨停版 今天还有一支新股 再来看一下赚钱效应 今天赚钱效应比昨天是略有提升 上涨的有1521甲 下跌的是896甲 赚钱效应63% 这个63%并不算一个很高的一个数字 至少应该还有空间 好 先来看看 今天这个市场的这个成交额 包括这个调整 我们和前面几次对比了一下 其实每当成交额出现明显萎缩的时候 市场应该都会有一个变盘的节奏 一种是两连因 一种是出现这种缩量的十字星 你看前面有几次 4月8号一次 4月12号一次 这两次的成交额 一次在2073亿 一次在2070亿 之后市场都是会选择向上的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 有没有是变盘倒计时 已经接近尾声了 先来听听洛老师的观点 您怎么看 我觉得短线应该 基本可以确认是一个短线底部产生了 我们来回顾一下 昨天和今天的走势 看一下上证指数的5分钟K线图 那这个图的当中 我左侧有一个小的蓝色框 这个是昨天调整完成以后的 一个底部结构 那么今天的跳空高开以后 瞬间就产生了一个高点 3054点 这个3054点正好到了 这个小的蓝框的 这个凉度涨幅的位置 这个底部结构的凉度涨幅的位置 最小的凉度涨幅就是涨了1.618的位置 那么随后的这个下午的大多数时间 实际上是回落的 然后再去探底 再去确认了昨天的那个地点 那么没有创新低 尾盘又重新拉起了 所以我们看呢 总的来说是 完成了小结构的凉度涨幅 然后二次探底 那么现在这样的话呢 就这个小的 左侧的这个小结构 已经完成它的历史使命 就整的二次探底 就形成了一个 内双底的大的这个底部结构 那么这个底部结构的颈线位 就在今天的高点3054点 我们再看一下30分钟的K线图 30分钟K线图就更加明显了 整个这个底部结构 如果明天能够去打掉 今天的这个高点3054的话 上方有两个位置 一个是3062 一个是3072 那基本上分别是这个 就是周一昨天这个跳空缺口的 下沿位置和上沿位置 如果能够到3072的话 相对比较强势 我们觉得后市可能还有机会 再去摸一下之前的高点3097 如果在3062就止住上涨了 那么这个形态就相对比较复杂一点 或许还会再下来 甚至会把昨天的地点打穿 所以那明天我们在盘中看的就是 至少从今天来看 似乎一个小双底可能成立了 明天应该选择向上攻击 向上攻击要看到哪个位置 3062还是3072 是不是也要看这个成交量 因为大家也在说 现在就是没有量 所以任何的反弹 其实它都是假的 哪怕是上涨 你怎么看呢 对 就是我们要这个量 比如说要和之前比 比如说要维持在30千亿 我觉得现在可能性不大 但至少就是应该 反弹的过程中 应该比做底的时候的量要放大 放大一倍到两倍的量是肯定要的 大家如果 因为今天我们没有做这张图 就是五分钟K线上用的是MA系底 没有用成交量 如果用成交量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每一次跌到底部形成的时候 那个成交量大概只有最高量的 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量 非常的低 那么然后上涨的过程中 是逐步逐步放量的 就相对前量来说逐步逐步放量 但是到一个相对高量的时候 可能又是接到反弹的高点 所以往往就是放量可能见到高点了 缩量的时候可能就见到低点了 而我们今天刚好也是 这波行情的一个最低量 至少从今天来看 明天可能会向上攻击一下 只是要看着攻击的力度 那我想问一下老师 如果说看这个向上的攻击的话 我们有可参考的 比如说其他的一些指数吗 是能够让我们预判 应该有可能攻击成功的吗 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最近变化比较大的 可能是恒生指数 我这带了两张恒生指数的图 先看一张是恒生指数和上涨指数 叠加的图 那么大家看一下 从这张图上可以发觉 5178以来实际上恒生指数 一直是一个领先指数 恒生指数的高点 去年的高点 28,588点是在4月27号 那么我们的5178是在6月12号 那么同样这波调整的最低点 6128我们出现过两次 分别是1月27号和2月29号 但恒生指数的一个次低位 18,534点是在1月12号 最低点的18,278点在2月12号 都比我们的低点的位置都要早 所以大家再看一下 最近的它的日K线图 另外一张 那很明显大家看上周三跳空 开出了一根大概有三个多点 涨幅的一根光头阳线 而且把前期的那个高点打过了 那么本周周三周四 包括本周一二总的来说很强势 所以从恒生指数来说 它大概反弹的幅度 现在这一波的高点 大概已经反弹了0.618的位置 之前的那个位置 大概正好在0.5 所以就是说它过了0.5 我们说的所谓的强落分水岭 从K线形态来说 恒生指数应该是率先选择了向上 所以我想 应该对我们上阵指数 未来的趋势会有一定的提示作用 好 这也是给大家一个前瞻性的一个指标 一个指数大家可以看一看 我们再来听一听杨敏的观点 杨敏怎么看 杨敏上周来也说可能要先横一下 如果弱的话可能要先调 调完了之后大概下周二左右 会变盘 今天就是周二 但是今天你觉得算是一个变盘吗 我觉得它可能变盘是提前了一天 然后先说一下观点吧 我觉得短期是看好的 那么上周的话是说短调模式开启 那么今天基本上可以说 短调模式已经结束了 那其实这一波调整的话 主要原因是两个 第一个的话就是原油下跌 导致了一个风险偏好下降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技术上的一个原因 那么首先说一下原油 那其实原油的话 是充分体现了这个投资上买预期卖现实 那其实上周二的话 是这个出现一个消息说 俄罗斯和沙特达成动产协议 那么原油是出现了一波上涨 但是次日就出现了一个高点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利好兑现 那么这周末的话呢 又说这个多哈那个动产协议流产 那么又出现了一波下跌 那么下跌之后 当天其实就是一个低点 所以它完全是反映了 这样的一个反向的一个操作 那么从这两天看的话 原油已经从39到41 也就是回到了一个原来的一个位置 那我们其实可以看一下外盘 像这个日经指数 这个道琼斯 欧盘和这个香港指数 这两天都已经出现了一个上涨 其实说明这个国外的股市相对比较聪明 已经提前做了市场 对 已经做了这个提前的一个修复 那么我觉得这个后面的话 A股也会慢慢出现一个修复的一个动作 风险偏好也会慢慢上升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呢 从技术上说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上周觉得就是比较谨慎的一个原因 有两点 第一个的话 就是这个上升楔形 是觉得后面要有一个下破的一个动作之后 才说明这个形态已经完成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上升楔形的话 已经把这个下面的一条边打破了 那么其实在这个强势的市场的话 不一定是要跌很深 其实做一个有意识的一个下跌就可以了 而且从一支预期来看 很多这个技术派可能会觉得 上升通道打破的话 这个后面会看空 那么它其实如果说反一支预期的话 这里就应该要上去了 就是大家一种从技术上担心 就是说如果这个上升楔形被打破 那是否意味着调整的空间打开 你觉得不是 对 不是 应该来说是反这个一支预期 这会儿理由我会慢慢说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从波浪上来看的话 上周正好是比浪反弹的一个高点 那么我是认为会有一个 西浪的一个调整 那么之前是说过 如果有强的话就是横向 然后再选择突破 如果弱一点呢 先把这个下面的一条边打破 然后再向上 那么这个C的一个形态也完成了 那么同时的话 也可以看到今天的一个成交量 也缩了一个比较极致 那么所以这里随时可能会产生 一个变盘向上 那么同时如果我们结合时间来看的话 其实从第一个2638到本周四的话 是正好55天 那么也是开启一个时间窗口 那如果说明天再收一根十字星的话 可能在周四会选择突破向上 然后另外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60分钟 60分钟图 那么这个的话是从禅论来看 第一个这个中枢的话是在2911 那么可以看到这边画了一条曲线 它是出现了一个这个盘中跌破 但是收盘收起来 那么所以出现了一个新的中枢 那么第二个中枢一个高点呢 是在3028 那我们可以看到连续两天啊 其实盘中是跌破的 这个一个是跌破了3022 一个是跌破了3024 但是收盘都是收上的 那么其实从这点来看的话 也是可以看到 这里是比较有成语 是后面要向上的 那如果而且可以看到 MACD啊现在是在一个灵州附近 所以的话随时可能会变盘向上 但是这里也有一个就是反例 因为前面说的都是一个预测嘛 如果说这两天这个收盘跌破3028的话 那可能会要这个调整一个幅度 对对对对 那像你这个画的虚线 因为之前说2911 你当时提示过很多次 说不能破 就收盘是不能破的 对 所以盘中虽然破了 可是收盘都没有破 那这个意思是说 如果这一次3028 至少从这两天来看 只是盘中 最终收盘其实都是收回去了 对吧 那如果说它跌破了 是表明它要回到 下面这个中枢里面吗 是前面那个第二个中枢 是这个中枢是吗 对会有一个宽幅震荡 就是说从本来是在这儿的 现在可能会回到这儿 对 是这样一种判断 但是你看两天都没破 是不表明 其实可能这儿也不太会破 对 从这两天来看的话 其实是比较有意愿 要守住这条线的 所以还包括前面的一个日K线 又是觉得波浪的一个形态结构 也完成了 这个下降楔形 它的一个下坡动作也完成了 所以综合判断的话 这里应该是向上的一个概率 会更大一点 那向上的空间 你认为会大吗 向上的空间的话 其实因为这一波 这个上升五浪已经完成 那么现在是ABC也已经完成了 那所以其实ABC完成之后 应该是要开启一个新的上升五浪 那么如果按照这个幅度来说的话 前面一波上升五浪是从2638 到了3097 3097那么基本上是300多点左右 那么如果向上的话 应该是在3300左右 但是这个节奏可能也跟之前差不多 对 另外中期的话 其实也是有一些逻辑的 那包括其实一直说的 就是一个宽松的逻辑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天 MLF是连续在这个央行在操作 像昨天的话操作了1600亿 然后本周的话 累计又超过了4400亿 那么包括像之前月宪也是说过 这个从15年和07年相比的话 这个时间比和空间比都类似 那所以说其实这一波 可以认为是一个小版的 09年的一个行情 所以中期还是能够继续看向上的 好 今天我们目前两位嘉宾 都是觉得说短条基本结束 大家看看明天上工的这个力度 到底如何 空间能有多少 来听听编老师 编老师怎么看 觉得这一波的调整 之前也说三天点之上 就是相对来说 可能就越涨的话 你还是要减点仓 但是其实对于这个行情 还是可以有期待的 现在你觉得算不算调整完了之后 新一波行情的展开 我觉得整个反弹 我们还是把它当作是 去年年底的一波 9月份到12月份的一波 类反弹 我觉得背景上很像 当时我们说了汇率降准 基本上都在发生 上周我当时说 如果我们站在多方的角度来看 市场要上工的 我觉得只有一个板块 当时我们认为是可能会有力度的 我当时就是周期步 特别是有色煤炭 因为他们是在今年2月份 第一次见底的时候就有过放量 而且他们是有一些基本面的逻辑 但是我们在这里要谈一个 另外一个问题 从基本面的角度大家来看 现在市场认为基本面最好的 两个板块或者两个行业 一个就是大宗 因为大宗是看着海外在涨 海外整个涨势还不错 所以大宗是有 第二个就是从去年年底开始 就明显上扬的抗通账板块 或者我们叫鸡鸭鱼肉 化工品 其实也是涨价 抗通账板块 但这边发现 这两个板块有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就是CPI其实上个月是不达预期 大家把CPI不达预期 是作为一个利好 当时第一个出来跌得最厉害的 大家还记得是什么 茅台为首的抗通账板块 然后第二波涨的又是 有色煤炭和抗通账 所以这里面其实有个矛盾 如果抗通账的东西涨 你认为它会涨 那意味着什么 那就意味着CPI一定会上 对不对 否则的话 那抗通账的东西涨 大宗涨 原油涨 鸡鸭鱼肉都涨 怎么会CPI不上呢 可是我们CPI看到的不高 就至少还低于预期 或者我们这样说吧 你预期它会涨 所以我们只能这样说 这一轮行情 大家我觉得多空双方的机构的争论 有几点是统一的 统一三四月份是个蜜月期 这个蜜月期的核心就是 即使通胀上来还没过头 因为如果通胀过头 那就意味着货币转向 所以通胀上来的时候 它没过头 货币也没转向之间 有一个空窗期 只是大家现在认为 这个空窗期 看空的机构认为 我原来就说了 这个空窗期在三四月份 现在已经四月下旬了 所以我认为 这个窗口期要关了 那看多的呢 认为我能再熬一个月 能熬到五月份 所以大家就会明白 我认为市场 在短期的这个波动不重要 核心是时间 核心是时间 就是时间到底是对多方有利 还是对空方有利 这是我认为最大的 我们认为时间越往后 越对多方不利 可是这个时间 就是往对多方不利的时间 目前应该还没有产生吧 就是目前还在这月期吧 按照比如说几家圈上 比如说我们说广发也好 比如说海童也好 它们原来就是看四月份的 也就是说现在已经到 今天已经到四月十九号 也就是说大概还有一周两周 所以我上两周的观点是 如果要涨 那就应该在四月份涨掉 如果四月份还过不了三千二 我就认为涨的这个风险 其实是在增加 因为你这个时间那么好 比如说上个星期 连续处理好的消息 为什么多方还不发力 其实最后结论 我们在盘面上 能够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我刚才说的存量不易 就是你会发现 里面的人 往车上去的人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但车就是不开 那这种焦躁的心态 达成就是在里面的人 当然他的心态 我觉得这两天的盘面 走得还是很不错的 下不来 但没有人再进去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盘面 又是缩量 我同意 如果从盘面 我的观察来看 我觉得明后天 应该有一个向上突破 向上突破 关键是有没有空间 如果向上又是涨一天 比如说五十个点 涨完又开始横了 又开始横 那这样反复 我觉得过去的半个月 告诉我们的迹象 是斜率在想象 如果大家打开那张日线图 我的第一眼望去 远观这张日线图的 第一个感觉 大家看下面 阴线开始比阳线多 有没有发现 两月份到三月份的时候 你一眼望去都是红的 从四月份以来 绿的越来越多 大家再把这个图 如果缩小 你看看去年 十一二月份的走势 十月份到十一月份 都是阳线 一眼望去 百分之八十都是阳线 到十二月份的时候 阴阳相见 绿的开始慢慢地增加 其实我如果我们 把技术的东西 核心把它回来说 其实就是多空的博弈 其实这在一两天里面 你很难判断 你把它放长 半个月 一个月 两个月 其实阴阳线在盘面上 就是这样一个对比 你在牛市里面 一眼望去 百分之七十以上 都是阳线 九十都是阳线 那现在的市场 大家慢慢地 阴线开始增加 阴线和阳线 现在出现对等的关系 所以现在就是一个震荡式 震荡式 那如果你发现 有一段时间 比如说到四月下旬 到五月初 如果你发现 阴线开始增加的时候 那我觉得你就会发现 这种转势开始 所以我的观点是 短期我觉得可以 可以再看一看 但是如果四月底 到过了五一 如果市场还站不上三千二 我们还是那个观点 我认为 你可以看得高一点 但我不建议你伸手 我认为伸手的风险 再增加 但其实刚刚你说的 就是说 现在应该算是 对多方最有利的一段时间 要涨 其实应该涨 但是发现了 这两三个星期过去了 它还是在这 但是虽然你看到的是 它没涨 但是你看到的 它也是没大跌 对 我这里提一个观点 我认为 对多方最有利的时间 应该是在三月份 就是在降准的那一刹 那一刹那是 我觉得懵懂的人 还没感觉到 那一时间我们说 降准其实就意味着 可以开启 所以现在到底是 比如说杨敏刚才说 原油的一个预期性的依据 其实在市场 金融市场 就是做一致性预期 就是现在 当这些数据都出来的时候 到底是对多方最有利 还是空方的时间窗口打开 大家能不能理解 就是三月份降准的人 也许他早就瞄着四月份 现在应该会出利好数据 就像我们最近看到 十送二十的一些股票一样 当他十送二十的那一天 到底是利好兑现 还是新的一个利好开始 这是一个预期上的改变值 这种预期你很难说 一定是怎么样的 但我觉得现在这个窗口期 随着时间的推移 多方的这个利器 现在用到多少成了 我们现在不能判断 那我想至少应该 已经用了七八成了 关键是我还说那句话 外面的人你来不来 外面的人如果在里面的人 不断地喊不断地喊 不断地你们快来 那么好的地方你还不买 如果还不来 你里面的人喊得深思历劫 当他里面的人都没力气 甚至形成一些分歧的时候 市场就有可能会变 但我们本来就是存量资金 其实我们本来就是存量博弈 它外面的人来不来 又能怎么样呢 那大家看看去年 十一二月份的走势 去年十一二月份 就是最标准的存量博弈 当所有人在三千五六百点 都认为这个位置 是没有风险的 即使下也下不了三千二 看到情况 一旦有风吹草动 里面的人会有分歧 但你觉得现在的心态 包括那个时候有熔断 那个时候人民币汇率的问题 我们现在的心态 就比如通过调整 你可以感受到 现在持股的心态是稳定的 我们现在没有熔断 所以不会出现当时的熔断 导致的流动性 这样的一种危机 汇率的问题 目前也是稳定的 美联储加不加息 要看看四月二十六二十七 这种议席会议的问题 所以你觉得 从现在各方面来看 你刚刚说多方 大概打了七八成 但是你是不是表明说 我们还不知道 多方还有什么牌 会不会还有其他一些利好 在未来会慢慢地释放 而不是说 因为现在看到的这些消息 导致多方已经没有什么牌了 所以接下来 可能会空方发力了 我要核心表达的是 多方即使你还有牌 关键是多方 还有没有子弹 还有没有人 如果外面的人始终不进来 你多方的人全部满仓 也就只能搞到三千二 关键是要外面的人进来 那你刚才说的 美元加息的问题 原油的问题 包括各种各样的问题 这些东西在变 所以我们为什么窗口 其实说在四月份 三四月份 是因为五月份以后 又有很多事 比如四月份不加息 六月份加不加 九月份加不加 人民币汇率会不会再变呢 这些东西都不是确定的 所以这些东西在变 所以时间最好的时间 你必须要干活 如果你最好的时间 你还不干活 我们说春夏 春夏播种 那你这个时候 你这个秋收 你如果收不到种子 后面就是冬季 所以时间 我觉得还是那个观点 还有两周的时间 这两周的时间 我觉得珍惜 无论上不上 你这两周以后 我们建议更谨慎一些 好 其实我们研盘市场 一种从时间的角度 一种从空间的角度 其实就是想说 现在这个市场 到底有没有可操作性 我们到底能不能去做 或者说在里面的人 现在应该如何来控制 自己的仓位 稍后回来 我们再来听一听 几位嘉宾对于大家 在接下来市场当中的 一些操作建议 好 欢迎回来 接下来咱们来看看创业版 其实从最近一段时间 整体来看 创业版和主板的节奏 包括运行的轨迹 其实都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说创业版 这个弹性更好一点 长的时候 长得多一点 跌的时候 跌得少一点 但是看看今天这个走势 其实它也是 三联音而且成交量 也是急剧萎缩 所以接下来是不是 依然大家还是要看的 它跟主板 还是一种同步的运行的 这样的一种节奏 洛尔是怎么看 创业版和上阵指数的 这种同步的节奏 已经出现了好几个星期了 那么看一下创业版的 30分钟K线 大家可以看 整个走势的形态 实际上和主板非常的相似 那么今天的高点 在289点 这个位置正好在 跳空缺口的下沿 同时正好是反弹了 0.5的位置 那么下午也是第二次回探 然后尾盘回升 那么我们也把 今天的这个高点 看作一个底部结构的 颈线位 如果突破的话 上方是两个位置 第一个就是补掉缺口的位置 大概是在2299点 另外一个位置高一点 基本上是反弹了0.786的位置 包括把这个底部结构的 凉度涨幅完成 就是在2311点 就给这两个位置 那么我们从这两个位置看看 最后这个市场 这个反弹的强度 究竟怎么样 另外我接刚才 那个编老师那个话 我就觉得 不管是 比如说对上阵指数来说 不管是之前的3097 还是昨天的这个低点3022 在我看来呢 都不是一个重要的高点 或者低点 为什么呢 就是成交量都不是特别到位 不管是这个 如果是一个转折的高点 或者一个转折的低点 我觉得都应该是放量的 如果这波上去 某一个高点放大量 那么可能会掉头向下了 反过来说 像昨天今天这样的位置 如果能在底部的时候 出现一个放量的阳线的话 或者放量的底部结构的话 那说明是有新的资金抢进去 那目前这样的情况呢 似乎始终没有出现 这样一个成交量 所以我觉得可能 在场内的这些持仓的人呢 更多的就是在看 在等这样一个成交量出现 那么来决定 它最后这个趋势的出现 现在这样的情况 可能就是一种上下震荡 无趋势的震荡 但是这种无趋势的震荡 其实已经延续一段时间了 刚才彪老师也提到 就是担心的就是 老是这种无趋势 它总有个头吧 是吧 它难道能够一直延续下去吗 三月份这样 四月份这样 五月份还这样吗 您觉得呢 能延续下去吗 我觉得当然不会一直延续下去 但是这个延续的时间 或许比我们想象的要长 第二呢 就是如果没有我说的这种出现 这个成交量的异常 对 底部和顶部的这种成交量的异常的话 我觉得即使突破了 它不会形成单边的连续的行情 就是跌可能也是应跌 或者说你有机会撤退 你要是觉得想撤退 有机会撤退 不会出现这些牵口跌停 那涨的话可能也是一样 就不会出现单边的上涨 让你如果它上涨了以后 拿不到筹码 这种情况我觉得也不可能出现 其实大家在等着那根 比如说明确的放量阳线 很多人是为什么 因为觉得说有这种明确的放量阳线 如果在底部起来 那表明可能上面的空间就打开了 是吧 这新的一波行情就来了 但正因为我们现在是这样一种存量博弈 而且似乎呢 这筹码的集中度 或者说可能更多的 是在主力的手上 所以这个市场的节奏呢 就是有张有迟 没有特别陡峭 或者急缓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看到 今天这个市场 今天早上高开 当然跟这个外盘有一定的关系 这个美股也好 人家创了14个月的新高 我们早上高开 我们就拿券商板块为例 券商高开了之后呢 是一度回调 我们这个指数其实在盘中呢 也是探了几次的低点 但是当下午 大家看 这一波尾盘有一个明显的拉升 就是好像当你觉得这儿 它要下去了 自然盘中会有一股力量 不管是昨天的银行也好 还是今天的券商也好 就总归在这个盘中会使一把劲 使完一把劲之后呢 它并不是告诉你说 上面的空间打开了 我接下来往上拉了 因为没有成交量啊 可是至少会让你持股的心态 变得稳定了 就这样来来回回 来来回回 你说折磨也好 但是你说安心也罢 可是外面的资金 看到这样的行情 就是没有心动的感觉 我们再来听听杨敏吧 你也可以接着我们刚刚的话题聊 也可以先来说说创业版 听下先生哪个 那就是接着前面的一个话题聊吧 那首先的话 其实我觉得 我自己的一个判断 我觉得这波行情 可能会涨到6月份之后 因为对于 涨到6月份之后 对 现在是4月份 5月6月 对 因为其实我觉得 第1 4月份的一个美联储 一期会议的话 大概率 大家都是认为不加息的 然后都认为6月份 可能加息的一个概率会比较大 但其实从现在的一个利率期货也好 它的一个6月份 其实它的一个利率期货显示 加息概率也是不大的 另外其实 这个美联储加息主要看的 一个是中国经济 还有一个是原油价格 那其实这两个的话 都不能明确的显示 已经开始进入一个复苏 那么我觉得可能6月份 还没有这么着急去加息 那如果说一旦6月份不加息的话 其实是超预期的 也就是和这个一致预期相反的 那么这个时候 可能会又有一波行情出现 所以如果说 真胜的一个第二波拉伸 会比较快的话 可能会在议席会议之后 那么这是我的一个预判 然后另外的话 说到这个创业版 那么其实我觉得创业版的话 其实也是和主板的一个节奏 基本一致 那但是它的一个图形的话 会比主板稍微好看一点 因为它其实现在是在一个 这个复合头肩底的一个右肩位置 那可以看到 在颈线位2650的话 已经进行了第二次考验 那么这里是做一个 叙事突破的一个状态 那么可能在明后两天的话 可能盘中还会 这个再次考验一下 2650附近的一个颈线位 之后再向上突破 那么这个中期目标 我上面写的是3100点 那这个怎么来的呢 其实就是从这个头到尖的 一个距离往上翻 那么基本上就是在3100附近 而且其实从目前的一些热点的 一个轮动来看 像这个创业版的一些热点 已经是修整了一段时间了 那我觉得如果说 明后两天行情起来的话 应该一些热点也会再重新出发 好 这是这个创业版宗旨 所以有的时候会觉得说 和我们看的城市不一样 杨敏一直以来研判的 都是创业版的宗旨 再来听听边老师对创业版的看法 您的判断是什么 对创业版我的观点一直是这样 我认为创业版现在偏贵 我认为创业版这一轮 应该不会像08年以后的周期股 那么惨 但我认为创业版 包括整个主板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耐心地等 等什么呢 等市场必须要舍弃一批 这是这几个月以来 我们一直在做的一件事 很多人说这几个月来 我们总体来看一直是比较谨慎 大家觉得是不是我们一定要让市场去 我们觉得要创个新低 我觉得不一定 但我们在耐心地等待 就是我差不多20年 我们见过很多的调整 调整的时候 你最重要的是需要什么 你要让市场做出一些选择 成交量现在已经回到了高量的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 大家认为这么低的量 至少比原来高量这么低的量 它要管住原来比原来更多的三千个股票 这是不可能的 也就是说市场的资金 主力 庄家也好 它必须要做出选择 什么选择 它必须要认为有很多的股票 是不能再玩的 大家想想 10年到12年以后的走势 医药股有一段时间 大概有一年涨得很不错 整个就是医药股为主 然后12年的时候有一波 年初的时候有一波银行股 就一个银行股 为什么 没那么多钱 有一些确定性的 基本面的行业的东西 突然间起来了 所以大家想想 这三个月以来的行情 包括去年年底的行情 其实我就是一句话 很乱 这个市场更像很多的资金 在里面出不来 它想干活 这个干活不是为了新发动行情 而是为了自救 一直到现在依然是这个局面 没有新面孔 我们先要让市场退潮 你才能迎来一个新的浪潮 所以我想 未来的很长的一段时间 我们认为很多投资者 你必须要耐心地等 你要等市场有一个东西出来 这个东西先要退下去 你要看到有很多东西都退下去 量缩到很小很小 不一定是大盘 而是很多个股 没人玩了 这些个股都是慢慢的资金都撤光了 然后你看这些资金 再回在里面 哪怕是存量 它要形成合力 去打某一个板块 我们当时提到过周期 为什么周期股 有色股 我们相对关注的比较高 是因为周期股 有色股在过去的三四个月以来 有过多次异常的放量 我们不知道这种放量 是自救还是有新资金进去 但这是引起我们注意的 这一波又有周期股来了 有一些周期股 接近了历史新高 有些周期股 上去了又回下来 但有一点 我们看到有一些变量在其中 但是大家要想 如果有色煤炭 这些东西 它要持续做行情 那必须要舍弃 在存量的时候 它必须要舍弃创业板 舍弃很多中小板 你才能把其他的资金 全部腾挪过来 因为水就这么点 你又要动二线篮球 又想搞创业板 不可能的 就这点钱 这现在已经不是去年五月份了 所以市场必须要 自我选择舍弃 当创业板 也许创业板有一天回下来 那时候二线篮球再来的时候 反而是可以买的 因为那边的人终于明白了 我这边不玩了 我来玩这边 而现在没有达成共识 现在大家都想把整个市场 什么东西都炒起来 现在在里面的人 也不知道买什么 所有的人都拿着自己的票 觉得我的东西是会涨的 其实你做选择了 市场也许也就做选择 也就是你舍弃了 你才能买下一个新的 这是每一轮调整的时候 要出行情 必须要做的一个选择 所以我想这个选择 是需要时间的 是啊 你说的这个选择需要时间 但是这个选择 其实是告诉你说 下一波这个行情 真正能开启 最大的浪潮在那儿 可能是告诉你说 新的一波大行情来了 但我们现在难道说 没有大行情 没有这种说出现明显的 这种市场的领长的东西 难道你就什么也不干 你就每天看 就光看这个市场 然后你就看一看 然后心里感受一下就好了 这都不做吗 我觉得每个人的选择不同 可能今年年初 或者去年年底 我们定的法则 就是今年我们是做鳄鱼法则 就我们长时间是待在水里面 要看到确定的肉 我们咬一口 第二 我想大量的观众朋友 现在手上都是有仓位的 所以我们今年 你看我之前几周 甚至几个月 我的观点是 2638第一个点到的时候 我们认为你不要跑了 来不及了 等吧 等3000到3200左右 拉到你了 少减点亏 出来 所以我们 我觉得现在就是我们 在2月份 1月份时候定的策略 现在还没到3200 现在才3100都没到 所以我觉得现在 你没有必要去打破原则 原来你是六成仓的 你现在偏要在3100点 把你剩下的三成仓也打进去 我觉得这个动作 不一定是正确 你应该现在还是按照原来 从六成仓 慢慢地往四成三成 慢慢地往下减 这是一个大方向 因为下一次浪潮来的时候 打在哪 现在我觉得还不是 非常地清晰 好 稍后回来 咱们来说说操作 其实从这波行情起来 我们很早告诉大家 就是说要做就赶紧做 如果你不想做的话 你就一直不要做 所以行情当走到了今天 可能有的人 已经开始纠结犹豫了 我要该怎么办呢 稍后回来 我们来听听几位嘉宾 对于大家的投资的建议 好 欢迎回来 咱们来看一下 今天市场当中的热点 今天这个市场 其实也像刚才班老师提到 就是杂乱无章 大家会发现 真的没有什么 领涨的主线了 今天相对来说 表现抢眼的就是壳资源 今天还有涨停的 十大集团 宁波富达 南风化工 天津瓷卡 金兰科技 5.1%以上的涨幅 另外还有跟有色有关的 可是你看也没有什么 明确的板块上 也就这两个 相对来说 涨得不错 6%以上 中电新龙和荣性股份 是今天充电桩的代表 也有过涨停的 我们来说一说 这个操作的策略 在这个位置上 现在市还可以继续 大胆加仓 选择什么品种或者机会 还是要谨慎一点 越涨越抛 陆老师的建议是什么 我刚才听编老师说 我就觉得这样 如果是觉得 清仓或者空仓在场外 我觉得确实在这个点位上 没有太多的理由 说一定这个点位上要重新进去 因为它肯定是要找一次 有一个向上或者向下突破了 对吧 找到一个位置再说 向上突破买进 或者向下突破以后 找一个低点 那么如果你本身一直在这个市场里 做这种存量的博弈的话呢 我的建议就是逢低 逢缩量适当的买入一点 可以 因为我们我刚才说了 如果看五分钟的K线图 看下方的这个成交量的话 大家会发现一直是这样一个 反越牙型的这样一个走势 就是每一个低点实际上 成交量都是很小变小的 五分钟上基本上很明显 有一个很低的成交量 那么根据这些这个成交量的变化 大致可以知道这个指数 比如大概到一个比较低的位置 那么你如果相应的个股 你在跟踪过程中 你觉得合适的 可以适当地买一些 就是如果看到缩量的 可以买一买 但是如果看着成交量比较大 那如果说到明天的操作 是不是这两个位置 刚刚您给的 就是主板是3062 3072 如果说3072越不上的话 那其实如果仓位重的 适当地要减一点 因为有可能调整的幅度 会加大会这样吗 对 我觉得就是 如果过了3072的话 可能还有继续往上的空间 但是如果到不了3072 就是说补不了缺口 或者甚至只是在缺口的下沿 缺口的中间这种位置的话 那可能还会下去 那就是适当地要检查 好 这是给大家明天的一个 点位上的一种参考 再来听听杨敏 刚才提到了几个热点 你觉得有没有大家可以关注的 现在的操作策略怎么制定 好 那其实前面说到几个热点 第一个有色 那么今天可以看到 有色的话总是比较强 但是其实最近 这个盘面会有一个特点 其实我们前面边前会也在讲 就是说最近追涨的人会比较难做 那一追可能就会被套 或者说要等很长一段时间 他才会起第二波 所以有色的话 今天一涨之后 估计后面又要很几天之后再起来 那么我觉得中期 像大宗的话还是看好的 这个后面还是会有机会 但是可能如果说短期的话 又要进入一个正当期了 然后我自己个人比较看好的 这个板块的话 是一个涨价概念 因为其实从今年来说的话 做潜伏可能要比做追涨更好 那么涨价概念里面可能分几类 像这个煤炭有色 像这个化工 然后还有像农产品 那么我觉得个人更加看好的 是这个农产品 或者说说的这个西分行业 再细一点 就是一个饲料行业 因为其实可以看到 最近有一个消息面的一个刺激 就是说这个美国气象局 已经是发布了一个正式的一个预告 比如说下半年的话 产生拉尼纳的一个现象 概率非常大 那么什么叫拉尼纳现象呢 其实之前的话 大家可能听说过 有鄂尔尼诺现象 它其实就是一个反鄂尔尼诺现象 也就是本来是水温上升 太平洋的一个水温上升 现在是太平洋的一个水温下降 那么导致了一个农产品的一个价格波动 那么最影响的这个农产品 一个是小麦 一个是大豆 然后还有白糖 那其实可以看到 最近的一些相关的糖的个股 已经出现了有一些异动 那么后面的话大豆 其实可以看到大宗这个期货里边 像这个豆魄 最近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声势 所以后面的话 可能豆魄的一个上涨 会映射到股市当中 那么其实豆魄的话 就是一个饲料的重要原料之一 那么从这点来说的话 如果说后面这个大豆 或者说豆魄涨价 那么使得它的一个供给端缩减 那么这是一块 另外的话猪肉上涨要需要补兰 那么使得它的一个需求端又上涨 所以其实从两点两块来说的话 可能饲料后面中期的一个机会会有 其实还是沿着涨价的这个题材 给大家挖掘机会 稍后回来我们来听听边老师的观点 再来看看大家今天在微信公众平台上 最终的投票结果情况 好 欢迎回来 先来给大家抽奖 可以抽取一位幸运观众 获得由飞科智能电器 为你提供的扫地机器人 我们请大朋友滚东起来 看看是哪位幸运观众 好 停 好 恭喜尾号123的观众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尽快和你取得联系了 接下来来看看今天的资金流向 今天依然只有几个板块流入 昨天流入的今天继续流入 银行保险 今天银行去流入0.92亿 保险是0.28亿 酿酒食品0.04亿 券商和非银金融是相对流出较少的 0.37亿之内 我们来看一下流出比较多的 从今天这个流出的力度来看 没有昨天大 昨天有十几亿的 今天有色金属是流出最多的 净流出6.23亿 计算机5.58亿 化工化性5.55亿 医药是5.4亿 房地产是4.72亿 接着再来给大家说一下 最近也发现很多人都忘记去申购新股 可能确实中签率比较低 重道的概率也比较低 但是明天还有一支个股可以申购 300507创业版的公司 苏澳传感 发行价格24.92亿 申购上限是16500股 在盘中 明天大家可以去申购一下 接着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调查情况 右键地量 变盘到底有没有进入到到底时 是选择向上还是说向下 从之前节目当中的调查 一般的比例是怎样的 比较平均 1比1 50对50 稍微乐观一点 无非就是60对40 今天不一样了 今天这是我们最近一段时间 分歧最大的一天 选择A的70% 选择B的37% 这个比例好像最近一段时间 就是咱们在无趋势的三个星期当中 从来没有出现过 这是第一次看到了一个地料 看到大家觉得也不恐慌 是不是明天会选择向上呢 七成的人是这样选择 我们再来看一下仓位调查 加仓减仓 包括空仓的比例 会发生怎样的一种变化 仓位不变的依然最高 36% 但是大家可以注意一个细节 就是减仓和空仓 减仓的比例只有15% 就表明大家已经不愿意减仓了 我就要拿着看一看 加仓的还有27% 这个比较正常 但是你看空仓的比例也不低 其实有14%的空仓比例 最近这三个星期 无趋势的行情当中 空仓比例最高的一天是17% 但你像今天 还有14%的人空仓 可是这个市场 似乎感觉下来就是多空分歧 真的还比较大 接下来来听一听 梁老师从这个热点机会上 以及操作策略上 我觉得热点上 大家更多的是用 是用交易的手法去兑现 因为现在在里面的 很多都是老兵了 这个老兵呢 其实他对波段的把握 是能力比较强的 他其实无所谓热点 他更多的是 看盘的经验的一种技巧 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说的机会呢 可能更偏中期一些 我中期是比较同意杨敏说的 抗通胀 我想今年 最关键的一个词 就是通胀 我想大家一定会在 今年下半年 感受到通胀吸来 不仅仅是 我觉得这个亚洲 可能全球都会有通胀吸来 所以通胀吸来的整个过程里面 我们刚才提到的许多东西 可能是要 适当地来去关注的 当然这是一个 中长期的一个方向 因为大家可以把这一段行情 类比于 比如说早一点的 97 98年 晚一点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比如说像 像这个10年到12年 就在109年放水以后 适当的通胀抬头 11年 当时长得最好的 大家还记得是什么 11年我印象最深的 长得最好的是白酒 其次是医药 等一些防御类的 所以如果去年 是我们一个放水的小年 那么现在是一个 类10年到12年的走势 相关的这些机会 然后在调整市道里面 除了通胀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板块 就是重组 但是很多的重组 我们以前的经验 都是要熬很长很长的时间 你可以盯住一两个票 反复地做 把它的基本面给吃透 这样的操作 可能在防御性的市道里面 收缩战线 紧盯最关注的东西 反复拨断 可能是最好的 你刚刚也提到了重组 其实今天也有可资源的 就大家也许知道 不知道是哪个可 而且再加上 这个中概股的回归 我也不知道是谁 反正先炒了再说 反正市值小的 业绩不是特别好的 都先炒一把 你觉得现在这个温度 应该到了什么程度 还可以继续参与吗 我觉得可资源 应该现在第一波 就是今年的第一波 我觉得应该是 已经走过中段了 可能是中后段 但这些品种里面 再回下来 有一些品种是可以紧定的 我觉得可资源的核心 如果大家做中长线 还是要以基本面为主 很多公司 我们提出的第一个要件 是绝对价格要低 可资源最后有没有机会 在于它的绝对价格 绝对价格高了以后 它的空间一定是受影响 再来听听杨敏 对大家的操作建议 你刚刚也提到 说3028是不能破 至少 我们就先说 如果说是不破的话 大家的仓位的 或者操作是建议是什么 如果破了的话 是不是要减仓 3028收盘为分水岭 如果说不破的话 可以满仓 破的话可以减到七成 就是如果说破了 就是减到七成 那其实也不是说 特别的这种谨慎 对 它只是扩大一个调整幅度 但是中期的一个趋势是不变的 就是说你认为 未来的这个上涨的时间 大概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吧 至少还有一两个月的时间 空间的话 应该还有个几百点的空间 对 是吧 所以还是可以在这个市场当中 去找一点机会 我们再来听听 洛老师的操作建议是什么 建议大家可以依然持股待涨吗 就如果从中线看的话 我可能没有杨敏这么乐观 我觉得至少目前这个上方的空间并不明朗 如果只是看突破目前这个高点的话 我大概最近的这个位置是看到3120点 只能看看二三四点的位置 如果成交量或者什么都没有什么变化 包括持续的热点板块没有出现的话 我觉得可能依然维持目前这样的状况 所以还是逢低适当的买一些吧 就这种格局可能短时间未必会打破 因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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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